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0号的晚上 各位看到这集影片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2月11号 2月11号是我频道创建的今年日 到2023年为止 正式跨过了12年的这个阶段 那我做变形金刚开箱已经做了12年了 第一次上传影片的YouTube频道 如今已经不存在 在2020年的1月份的时候 我不小心上了钓鱼网站的陷阱 把我整个YouTube频道给弄不见了 那感谢很多热心的网友 协助我重建了第二个新的频道 那非常谢谢各位这12年以来的支持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在节目开始自作不久 得到老前辈的支持 还有各位朋友的各种方面的鼓励 那12年来到最近 这几年的话呢 经常会收到有一类的鼓励 就是说 我从小是看胡夫奇社的节目长大的 那有一些会说我是学生时代开始看的 现在小朋友都出生了 那我希望胡夫大哥呢 可以继续做你的开箱节目 我希望我的小朋友长大以后 也能够继续看你的节目 这一类的留言 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是非常温暖的 那我们也不知不觉当中呢 我今天也就稍微自我膨胀一下 原来不知不觉我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啊 也是一代人的记忆点了 那我也曾经在不知道哪一期的节目 我有提到说 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我会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呢 来跟大家做变运金刚玩具来看一下 那我旁边的话呢 这两个OP就是09年时候的玩具 这个是09年 这个是11年的时候的DA15 那只是随便拿两个 看起来比较好看的玩具当个背景而已 其实今天的话呢 我会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就是这里有三台旧的相机 这个其实就是我当年录节目的时候 所使用的三台相机 当然我现在都是用手机录影了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呢 我第一次录节目用的是这一台相机 它是一台Canon的相机 写着PowerShot A580 这个已经很久 这个现在我也已经没有办法帮它的电池充电了 那这是我第一代的录影片的相机 那之后的话呢 又换了这一台 这一台应该是陪伴我时间相当久的 这是一台 这是应该是什么牌子 我不晓得 反正当年录啊 这个都是这台是720P啊 然后也没有自动对焦的录影功能 那很轻巧啊 加上去就能够录了 那么之后的话呢 这是第三台啊 这个是Nikon的啊 Nikon的 它有一个翻转萤幕 那这个翻转萤幕的话呢 在我们录影片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那随着时代的进步呢 这个相机啊 像我记得我当时买这一台的时候 有点意思啊 就提个提 讲个题外话 我去这个贩卖这个东西的这个店家呢 我当时跟他买的时候 这店员讲了一个事情 他说这一台东西啊 在他们全就是全部的连锁店里头呢 今年这八个月以来 这是唯一卖出去的一台啊 就是说呢 就是手机的出现啊 改变了很多我们使用3C的习惯 手机就取代了这些这三台东西 但是呢 我依然呢 很小心地把它们保存下来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呢 各位也就没有办法看到 胡不齐射12年来的奋斗的前一大半部啊 当然之后的手机呢 我也换了两三部了 Sony Samsung的也换过 那么OPPO也 OPPO也有一段时间用OPPO的相机录影 那用影像的方式呢 记录自己的人生 我也数次地提到说 其实与其说这是一部变形金刚的开箱 其实也是我自己生活的一个记录 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些心情故事呢 就散播在节目里头 那12年以来的话 有些节目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呢 其实隐约可以回想起一些事情 早在五六年以前的话 我可能对我每一集节目里头的 那些回忆的梗 我可能都还能够记得住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 还有累积的时间实在是变长了 其实有一些记忆味相对变得模糊 那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说 我目前没有停下 做变形金刚开箱的这个脚步 我还是会持续地坐下去 虽然现在没有什么赞助商给我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经济能力是OK的 我能够负荷得了 我就继续做 当然这个现在的玩具价格 大家也心里有数 而且我都习惯充首发的话 其实我每个月买玩具的负担也不小 但是我就尽量尽量的呢 去增加一些收入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 来让我的节目继续运行 当然各位愿意多买我的 拍色色的写真集的话 那当然对我正直接的帮助了 对不对 那就再提一下 有人觉得我这个做法还不错 他说我们做开箱节目 是做良心实业的 是做形象的 但是赚钱的话呢 是靠卖写真集来赚钱 他说我很有生意头脑 其实是巧合啦 我当时是没有想那么多 那做开箱是一个兴趣 认识朋友 然后跟大家炫耀一下 我玩了什么玩具 这是当时的目的 这个都老生常谈了 12年以来 我已经不知道讲过多少次 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想 因为已经年复一日 做开箱已经变成是我的一个习惯 那愿意用一辈子来做病 已经刚开箱 也变成我的一个信仰 甚至是我人生的一个使命 如果说五十而知天命的话 我觉得我虽然今年46岁 但是我好像也知道我的天命之一 就是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些玩具 那么今年的还有一个重头戏 这个月份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重头戏 就是今年的2月28号 我十年以前有封存的一个纸箱 我当时说是一个时空胶囊 那个东西到今年的2月28号就满十年了 满十年 那一部影片的话我最近已经有找到 而且B站上面我有再分享过一次 YouTube上面我也把它重新再上传一遍了 大家如果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当然我在2月28号开箱之前一天 我会把那个影片再给大家做一次的分享 那我相信应该没有人做过这种事 就十年以前封了一箱的玩具 然后说十年以后我们一起把它打开的 当时真的也没有敢 很确定说我可以做上十年 那如今十二个年头过去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当然更要佩服我自己 这个时候谦虚就没有意思 当然最笨的人坚持的最久 我相信我一直笨下去 那这是我12周年的一个小小谈话的节目 那希望各位的这个人生岁月里头呢 都能够偶尔想起有一个胡复齐者 或者是你的小朋友有一天开电脑出完再看我的节目 然后你可以坐下来陪他一起看 说这个国中胜的梗 爸爸年轻的时候就听胡复齐者讲过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跟各位记得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以后会经常见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